再来掌握这位重量级的艺人 荣白云 他现在痛下决心要减肥了 医师经过评估 特别为他进行的切胃手术 让他成功瘦身 听说他两个月就瘦了有23公斤 白云说他现在光喝汤就会饱了 不过这样子的切胃手术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 医师表示 必须要经过半年的观察 确定是基因肥胖才可以进行 这样吧 以前我绝对没有办法这样吧 因为到这边都卡住了 轻松蹲下绑鞋带 艺人白云直说别小看这个动作 对于两个月前肥胖的他来说 是相当困难的 医师跟我讲说 我这算蛮严重的 这BMI值超过太多了 这是40以上 如果不很迅速赶快瘦下来的话 我怕会被糖尿病找到 术后两个月的白云 体重从原本的128公斤 变成105公斤 腰围从48变成41 两个月内整整减掉了23公斤 这是之前的我 两年前的我 有没有看到有什么差别 那时候我还双下巴还在 像我现在呢 食量也变小了 对不对 那个有时候喝完汤 我们就饱了 一向以壮硕体格成为招牌形象的白云 瘦身成功还自夸变情难 这我从来没有说什么行难自居啊 或怎么样啊 是大家跟我讲的 我才这样说啊 对不对 就像人家看到我会叫谢霆锋一样 不过想要透过切胃手术瘦身 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 去做素前的血液检查 身体检查 胃经超炎 不过整个检查都已经确定 他就是基因性的肥胖 他必须接受手术 我们才会进行手术 白云的主治医师表示 切胃手术条件是BMI要在35以上 有合并症状 像是糖尿病或高血压 年龄在18到55岁 而且要经过半年观察 确定是因为基因导致肥胖 而且没有精神疾病 才能进行手术 医生表示 若真的有基因肥胖困扰 可以提早咨询 让身体更健康